嗨大家好,我是Eva 終於要來到我們的秋冬敗家第三彈 第三彈就是偷偷置入了我 冬天還有Jessica和Mobo一起聯名的系列 叫做EJ Collection 那這個系列呢 是今年冬天從11月開始 每兩個禮拜上新品一次 一直到1月左右 那目前5週的新品已經全部都上架到 我們的Mobo官網還有App跟Mobo的門市 那因為款式實在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挑選Top10來跟大家分享 這次EJ Collection設定的方向呢 就是比較適合像我一樣的 離型身材女生 或是像希卡一樣的厚片人女生 還有在材質上呢 我們盡量選到它既舒適又保暖 那有些可能是MIT的棉啊 或是一些抗企球的材質 還有可能是有機棉 第三個特色呢 就是因為這是我們的聯名系列嘛 最大份款式的顏色啊 針織配色等等的 就是真的只有在EJ Collection才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很不喜歡跟別人撞傷的話 就趕快看下去這支影片吧 那我第一件要分享的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格紋跟脊皮百折的拼接裙 這件裙子真的是超級無敵爆美的 除了我身上的這個紅咖啡棕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霧蘭輝的配色 那我覺得這件裙子呢 真的是日系女生必買的一件裙子 就它真的很特別很好看很搶眼 那簡單來分享一下這件裙子設計的小心機 主要呢是因為我的身材下半身比較肉嘛 加上呢我有非常嚴重的小腿肌困擾 所以在設計這件裙子的時候呢 就選擇中間這個拼接的裙啊 它要做斜斜的 就格紋這邊是做斜斜的 就可以稍微擋住走路的時候快露出來的小腿肌 所以假如你跟我一樣有小腿肌困擾 又很想穿裙子的話 我覺得這件裙子真的非常非常適合 我覺得這兩個元素都是一般下半身比較肉的女生 可能會不太想要嘗試的裙子 但是因為把它們拼在一起之後呢 窄裙的修飾加上那個脊皮擺折的 這樣一點點溫柔的感覺 我覺得整件裙子還是有修飾的效果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這件裙子還蠻適合 穿去比較重要的約會跟婚禮 那其實你只要戴一件非常簡單的翻領襯衫 或是小領子襯衫 就很好看很溫柔的感覺 但是因為這件裙子它是有挺度跟厚度的 所以不會讓人覺得太輕鬆 就是會覺得喔我有重視這個場合那種感覺 所以假如你最近在找一些比較有特色 然後適合正式場合的裙子的話 我覺得這件裙子的設計真的很特別 真的很推薦 在穿通的部分呢 拉鍊是坐在側邊 然後後腰有鬆頂帶的 所以假如說想要吃飽一點也沒問題 我剛剛發現如果我一個一個單品介紹的話 那樣會排太長 所以呢我就決定要這樣一套一套式的繼續分享 那首先呢這個上衣呢 是一件非常特別的大學梯 那它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袖口這邊有綁帶設計 超級爆可愛的 而且這個杏色 就是你知道大地色人 溫柔色人 我本人的顏色 綁帶這邊上面呢是有印字的 印的是LIFE IS SHORT 簡單來說就是要提示大家說 噢 不行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 因為我直播過太多次這個衣服 我現在一直講一樣的台詞 我就覺得噢有點心虛 但是它這件衣服的基本介紹台詞就是有這些 在這件衣服的綁帶上面呢 我印了一個LIFE IS SHORT的標語 那主要就是想要提醒 穿著建議給大家說 生命很短把握當下 然後它的袖子這邊設計是有點像蝙蝠袖的感覺 就穿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個款式呢一共有三顏色 一個是我現在穿的杏色 再來就是一個綠色 一個灰色 然後它的綁帶呢也都是做同色系的 我的天啊 要拉很高你們才看得到 好的 那我自己呢平常喜歡搭的話 就是搭一個簡單的寬褲 然後或是牛仔褲都很好看 那這件衣服呢其實就是很適合 假如你在衣櫃裡面已經收集了很多基本款的大學T 然後你已經有很多像喇叭袖啊 或是縮口袖 或是比較荷葉袖的版型的衣服 那這一件呢有綁帶設計的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綁帶設計的大學T 下半身褲子呢 我搭的是 你們看到嗎 有沒有一點點眼熟的感覺 如果你之前有follow夏天的聯名的話 就會知道 這件是我們冬天版的180褲 冬天呢我挑的是比較厚一點的雪紡材質 所以整個褲子的感覺會再柔一點點 但還是保有它的修飾體度 不會像一般比較薄的雪紡材質 它會讓你的那個大腿小腿肌 就是直接這樣露出來 不會它還是修飾得很好 讓腿看起來有很長很長的感覺 那它一共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身上穿的這個霧灰藍 它是非常非常美 今年冬天就是有很多這樣 臉灰灰藍藍的顏色 然後它就是有一種沉穩的感覺 第一個顏色呢是這個卡其色的 後腰有鬆緊 最近我只要冬天不知道穿什麼 就是拿180落地褲 隨便戴一個針織上衣 就可以出門了 那因為它是中高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比較偏短版 或是稍微露一點點肚子的上衣 都非常非常的百搭 少少的補充一下 假如你還蠻喜歡180落地褲的版型 但是你可能是想要把它穿去 比較冷的地方旅行 或是你本身就住在比較冷的地方 還有另一款是叫做 毛泥反折落地褲 它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厚的長度 如果你是冬天很怕冷的人 你可以考慮這一件 因為它穿起來就像把棉被穿在身上一樣 所以就給大家參考 放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很厚很保暖 接下來要分享的這一套呢 首先是我們的上衣 這件上衣呢 是我的世界可愛女孩上衣 我那時候在直播的時候就說 大家你只要穿了這件上衣 你就會變成這世界上最可愛的女生 就非常的浮誇 因為這件上衣就是整體的版型 還有格紋我都很喜歡 好首先呢看到這件衣服的版型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寬螺紋的V領上衣 穿起來呢會比穿原理的時候 整個臉更顯瘦修長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比較像剛剛比較卡一點的感覺 然後再來它的整體版型 就是在要稍微看上一點 是袖子可以蓋住手的那種 就可以稍微裝個可愛 然後可愛的格紋配色呢 就是我們自己畫的 然後自己在那邊配配配好久 那它這個顏色呢 我是配紅藍黃 但是還有另一個顏色呢 非常的可愛 它是在柔美一點點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比較粉性粉性的底色 然後搭了比較灰灰的藍跟灰灰的綠 還有這個白色 那就是看你比較喜歡這種鮮艷色系 還是比較柔和的感覺 都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一件應該已經快要完售了 所以假如你喜歡粉紅色的話 就不要猶豫 那假如你喜歡特亮色系的話呢 我覺得你也可以就是多去門市試穿看看 因為這件白色真的很好 那我今天搭的是窄裙 但是如果你自己想要搭比較緊色的牛仔褲 或是比較寬鬆的寬褲也都很好看 好 你們看到這個灰色格紋裙呢 它呢應該是這次系列最厚最飽滿的裙子了 那它主要就是比較厚的格紋毛泥感 然後是這一件啊 這一件它是有兩個顏色 我現在穿的是灰色搭黃色格紋的 那另一個呢就是比較深的藍色搭綠色格紋 比較那種基本配色的感覺 是覺得這個顏色蠻特別的 比較少見啊 如果大家有在找格紋 不妨試試看這個配色 這件裙子它是比較中高腰的 穿起來會超過肚臍 所以看你自己喜歡紮進去 或是整個放下來比較日系的感覺的話都可以 嗨 我現在要來分享這件格紋上衣 非常可愛的格紋上衣 然後配色有我非常喜歡的 性色然後綠色 然後再深一點的卡其色 就是這個超級無敵好看 然後這個格紋呢也是 像我在直播說的一樣 就是我自己在那邊畫格子 然後自己在那邊配色 然後最後配出來就覺得 喔 非常溫柔可愛的顏色好喜歡 然後它另一個顏色呢 是比較像南瓜色的感覺 是 登登 這個橘色 它就是橘咖然後白線這樣子 這個呢就比較適合冬天拜年的感覺 或是你想要找一點亮色系的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選橘色 主要這個版型的衣長呢 穿起來就是比較正常的版型 那我自己還是覺得 扎起來的話會是一個最嫌瘦的感覺 然後它的毛穿起來超級舒服 完全不會覺得刺 再來就是臨口這邊啊 就是我有做寬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呢如果你想要搭在襯衫外面也蠻適合的 而且它這樣就不會覺得很緊很勒的感覺 那因為這一次其實我們出滿多素T的 就是高矮胖瘦的素T都有 寬鬆的 薄的 厚的 挺的 那全部都有 那我就選出一個格紋上衣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想說算是比較有花紋 然後有特色的感覺 然後我搭的這個裙子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別顯瘦的裙子 它就是一件 很有份量感的針織裙 然後它也是一個很美很美的 灰藍色 它就是可以穿到非常非常高腰 或是穿到中腰低腰都可以 因為它非常有彈性 你可以隨著你自己的身材去調整 像你很高的人 你可能就穿到正常的腰線 那像我們一樣160呢 就可以穿得比肚臍再高一點 整個人會看起來腿超級無敵爆強 然後因為它是那種很有份量感的針織裙 所以它不會貼著你的腿 把你的那個下半身身材就這樣堆堆堆畫出來 它就是把最瘦的腰勾勒出來之後 下半身其他的它就這樣用傘狀把它修飾掉 我就覺得這件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裙子 這件裙子它其實是比較圓擺的感覺 所以我挑出另一件也是比較圓擺的單品 來簡單的跟大家做個比較 這件擠皮裙呢它也是一個比較圓擺的設計 就是還蠻修飾下半身的 那它們兩個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材質的部分嘛 就是這個是厚針織 這個是比較有厚度的擠皮質感很好 然後再來衣服的細節上面呢 這件是直接全鬆緊帶 直接這樣穿脫就可以了 然後擠皮裙的話呢就是有一個拉鍊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它有口袋 所以假如你一直在尋找一件有口袋的擠皮裙的話呢 就是這一件 那我現在換成擠皮裙 雖然它們都是圓裙 可是其實在版型上還有材質的呈現上 那種穿起來的感覺都不會太相似 現在把我的那個 手機放進擠皮裙的口袋裡面給你們看 就是神奇的事發生 有沒有還像百寶袋 就看不到我裡面有放手機 很酷的話就是我覺得 下半身的單品就非常需要這個設計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尬聊一下 就是我覺得如果身材跟我相似的人 其實就是真的下半身的單品非常難尋 但是 但是 我們EJ Collection這個系列呢 其實下半身的單品就是做了一些細節上的調整 就會更適合比較像我梨形身材 或是厚片人身材的人 所以大家假如有時間啊 可以趁假日去門市試穿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我們的上半身 好上半身的部分呢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 EVA配色有沒有 就是一個柔柔的杏色跟可愛的粉色 哇 這個配色超喜歡 這個線也是我自己在那邊 一公分兩公分 然後對照著畫的 就是 EE自訂款的感覺嗎 那它一共有兩個顏色 這件上衣非常的可愛 就是這個是 粉色的 然後這件是紫色的 然後我就跟你講 紫色我也超喜歡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是紫色控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單品裡面 一定要有一件是全部都是紫色的 因為才代表著我啊 然後在配色的地方呢 我就做比較低調一點 因為我覺得紫色已經是 大家沒有辦法 嗯 接受的一個顏色 所以配色我就配了一個 藍綠色 但其實我內心 最想配的是草綠色 是下 嗯 這個草綠色 就我就覺得這樣超級可愛的 但我就覺得怕大家有點沒辦法接受 然後這件衣服的版型呢 主要設計就是 你看它的袖口跟 衣擺這邊啊 都是走 嗯 沒有另外收編的 就是比較俐落的感覺 我們看它的材質 就舒服的這一種 我覺得就很適合秋冬之際 或是快要變春天 忽冷忽冷那個時候 穿就很好看 好我沒有別的形容詞 我真的 詞窮了 我們現在進入倒數 來到兩件我非常喜歡的 偏短板上衣 那第一件呢 要分享的就是我身上穿的這個帽T 然後它是一個短板的設計 首先呢 大家有注意到嗎 就是這件帽T 它下面是沒有那個鬆緊的 因為呢 其實就我身材 我真的很怕帽T下面是有鬆緊的 因為它就會卡在腰這邊 然後就會顯得屁股特別特別大 所以在這次設計這款帽T的時候 我就要求說那個下面不要幫我收起來 就是我想讓它這樣拉忙的 然後最好是有點碰碰的感覺 因為上半身比較瘦的關係 所以我想要讓它整件衣服 就是比較有份量感 但它又不要把我的身材顯露出來 所以這樣碰碰的 有點這樣散狀就特別好看 然後再來是 登登登登登 這邊呢 就是有袖子 一個綠色 淡淡的綠色就很好看 就你們知道我喜歡這樣亮色系 然後下面有一個那種菱形的星星 也是很可愛的感覺 帽子是真的可以戴的那一種 它的內裏呢 是走一個刷毛的感覺 所以雖然它是短板的 但它的材質是保暖的 冬天穿是完全OK 假如你們跟我一樣 就是下半身喜歡穿的比較寬鬆 然後顯腿長的那種穿搭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戴一件這樣短板的帽T 因為下半身就是這樣寬鬆的嘛 就變得比較長比較直 但上半身就冒T就這樣比較短板 然後稍微圓弧狀有一點點分量的感覺 就會覺得 上半身相較於下半身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單薄的感覺 不會顯得下半身很大 所以就是我最近還蠻喜歡的一種搭配 然後就非常可愛的袖子配色 第一件一共有三個顏色 第一個顏色就是我身上的黃色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粉紅色 它的袖線是紫色的 然後再來就是黑色 黑色的袖線呢就是卡其色的 那我自己呢三個裡面最喜歡的就是黃色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一種很有朝氣的感覺 然後再來黑色呢是我會穿去運動的 就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就是健身房裡面最可愛的那個 登登 我現在這個是一個草莓餅乾的配色穿搭 然後這件上衣呢是一件比較 白型偏小然後偏合的一件上衣 但它一樣是一個短板一點 可以很閒你的腿長 它可愛的地方呢就是 袖子這邊有一個補丁超級可愛的 這個補丁呢是一個餅乾色 然後是燈心絨的材質 有嗎從背後看 有覺得這件衣服很可愛嗎 反正這件衣服也是就是比較短板一點 然後可以讓 中高腰的可能裙子啊 或褲子都很把身材表現出來的感覺 然後 中間呢 有一個袖子 袖子在這邊是用那種打字機的字體 寫的 Oops I did it again 你們知道這句子從哪裡來的嗎 小甜甜布蘭林有一首歌就叫 Oops I did it again 就是 呃我從小學的時候 就很喜歡這個歌詞 說要把這句話放上來放到衣服上 然後 會這樣放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看 就是這個是一件有補丁的衣服嗎 所以就是 天啊我又把衣服弄破了 的那種感覺 這件衣服呢就是 呃一共有三個顏色 然後三個顏色呢都會非常cute的配色 第一個配色呢就是你們看到的 天啊衣架掉了 第一個顏色就是你們看到這個草莓餅乾配色 再來呢就是 登登 這應該算是什麼藍莓巧克力之類的吧 他呢就是一個比較灰藍色 然後他的 刺繡呢是用棕色 補丁呢 也是用棕色的燈心絨來配色 然後這樣子 穿起來也超可愛的 第三個顏色呢是一個 有點 薰衣草芝麻 拿鐵的感覺 就硬要湊一個飲料 反正他就是用了我最喜歡的紫色配色 然後搭一個基本的 灰梯這樣子 然後 這件衣服呢 據說元寶的媽媽非常喜歡 因為元寶的媽媽跟我一樣 就是 最近很喜歡穿這種比較偏短板的上衣 因為這樣搭寬褲的時候 就會顯得腿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就是 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三件QQ的補丁衣 我自己個人從 大學的時候開始吧 就非常非常喜歡 蠻有補丁的上衣 我就覺得 那個 異材質拼接的感覺 超級無敵爆可愛 這個材質 它裡面的其實也是內酸毛的 所以 其實你單穿就非常非常的保暖 然後 我剛剛忘記講了 這一件跟上一件的帽T 他們都是MIT的 款式 那以上就是今天非常長的影片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 針對我們的EJ Collection系列有興趣的話 真的很歡迎到門市去試穿 這些衣服都是我們自己打版的 所以版型真的就還蠻適合 像我一樣的旅行身材 或是像西卡一樣 比較厚片人身材的女生 那如果你們剛好有認識這樣的朋友的話 真的可以推薦給他 讓他 只是參考一下這些 一些有稍微做細節調整的衣服 就會穿起來真的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 這些衣服其實就是 真的是有適合再去試穿 有適合再買 然後就是 還是謝謝大家就是 一路以來的支持 才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有這樣子的新的合作 然後就 就差不多要這樣 這邊了 有點就是 害羞的講不下去了 那謝謝你們把影片看完 我們下次見 2020應該還會有更多好玩的事情發生 吃點心 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